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要把英文学好 不但是每个周日都聚在一起研究 还请来了外籍老师来上课 他们的成果如何呢 我们就跟着他的镜头一起来看看 想要学好英文 这群听众朋友不止周日聚在一起研究 还特别请外籍老师来上课 以前我和一般人一起上课 觉得老师教得很快 学习上有困难会跟不上 以前的老师教英文 他们是把英文句子和单字写在黑板上 英文我们听不到 老师讲话也没有用 英文写在黑板上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尽管每位听障学员听力程度不一 老师的中文也没有很好 可是他还有一个法宝 就是会台湾手语 就算无法发音的听障者还是可以用英文字母手语来学英文 像听障极重度的许淳凯 每次上课就利用这个方法 英文也学得吓吓叫 除此之外坐在旁边的陈亭欣 当他的小耳朵会帮他把老师讲的重点写在笔记上 老师会知道每个人的程度有好有坏 配合大家的程度 会给不同的教法 老师上课不马虎 不会因为学生话说得不清楚 就让他们不开口说英文 丢问题让学员用英文回答 现在老师的教法是 大家面对面开口 仔细地指导 纠正 学得很清楚 很好帮助很大 学好语言没有洁净 博二法门就是持之以恒 只要找对方法 为自己营造一个英文学习环境 英文对听障朋友来说 应该不是障碍 公民记者大伟采访报道